所以我一直会建议 第二季还是要先保守神圣一队 那保守神圣一队等待什么呢 等待其实通货膨胀 它第二季有机会出现高点 而当这个高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看到说 联准会的利率 它有可能转向比较中性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今年全球股债同跌 尤其是美股是领跌市场 搞得台股也是跌破了17000点 甚至下探跌破16000点大关 很多人开始怀疑说 今年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大空头年 熊市来临了 好久没有出现的北极大熊 终于是真的侵袭到全球的股债市了 经济后面会不会出现衰退 会不会有更严重的下跌 我们今天请到了 财经M平方的创办人Rachel 来跟我们讲一下全世界 现在目前所面临的状况 以及帮我们预测一下股债市 后面可能的走势 Rachel你好 哈啰 木瓜哥好 那今年大家都遭逢了一个很大的资产的减损 那这个当然跟整个总金环境有关 我相信你们公司是专门在研究总金的 从总金面上面你看到现在目前出了些什么问题呢 其实啊今年的股市啊确实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 像美国股市它跌了差不多15到16% S&P 500 那NASDA跟费办啊更跌幅高达20到25% 那除了美股之外啊像欧洲股市或新兴亚洲股市 像中国南韩台湾其他的跌幅也都到10到15%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跌幅啊 其实不外乎从1月开始的这个恶物危机 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当然是会加剧这个修正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啦 但是其实我们团队认为啊 即使没有这个乌恶的一个危机 今年呢它势必啊在疫情过后 这个V转上涨两年之后啊 它本来就应该会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幅度 然后才有可能回到一个健康的一个道路 那为什么会有修正呢 我这边统整三个最主要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就是经济成长啊 它面临到大幅扩张之后一定程度的下修 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 包含去年开始的供应链 再加上今年开始的这个恶物的危机 造成这个通货膨胀明显的一盘升 通膨这一块非常严峻 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重点 那第三个呢是为了抵抗这个通货膨胀啊 全球央行它势必要开始收缩资金 然后转成银派的一个部分 同步升息 所以我觉得三个重点 第一个经济的下修 第二个通膨的高涨 第三个利率持续的上扬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市场它势必要面临一定程度的对焦 那唯有到对焦到一个程度以后 才有可能让这一波股市指纹 其实从今年开始啊 包含我们看到 World Bank或是IMF 国际货币组织 他们其实都对于全球的经济成长 进行下调的动作 像今年1月的时候啊 IMF它就下调了 2022年全球的GDP的成长 从原本的4.9%下滑 下收到4.4% 那4月的时候呢 IMF再对这个全球经济成长 下收到3.6%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一路的从4.9%下收到4.4% 再到3.6% 我觉得它今年7月公布的一个报告里面 还会继续的下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啊 是刚刚提到的通膨的高涨 延伸出整个商品消费需求的放缓 然后这样子商品消费需求的放缓 也延伸出制造业循环向下的一个风险 那这制造业的高点 出现在去年的上半年 年中左右的一个时候 然后到今年啊 它就一路的滑落 甚至到今年第二季 我们团队判断了 这个制造业已经要进入 这去化库存的一个阶段 所以像美国的 像是循环性消费类股 像Amazon 它都开始下调 它的今年整体的一个猜测 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个 制造业循环3到4年一次的下降周期 然后我们也针对各大经济体 去判断这个下降的周期 经济循环图四向线的哪一个位置 我们四向天分为扩张区环衰退出疏嘛 确实从今年3月之后 整个一个景济循环图 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中国 全部转向这个区环的向线 也就是说 在这个向线里面呢 你会面临到通膨比过往高 经济比过往成长滑落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股市 它在反映的事情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股票看起来似乎修正还没到底是吗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 因为美国联准会升息才刚刚开始 我们知道三月启动一次一码的升息 五月呢再升了两码 那市场预估呢 今年底联准会的利率非常有可能会来到 2.75到3的区间 甚至市场已经预估有可能会超过3%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次也面临到一个空头的袭击 你会怎么建议投资人在这个资产策略上面的一个资产配置呢 就是说是不是古载式的修正 您刚刚所讲的这个景气循环的四个向线 现在才开始在进入到区环 是不是修正还没结束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资产配置应该怎么做 其实在整个经济的区环底下呢 领准会还是直接鹰派的表态 他们接下来会继续的升息 那关键原因就是在风波膨胀上面 那其实联准会啊 他不止一次提到 他们需要去压抑需求 来让工序达到平衡 那让压抑需求达到工序平衡 才有机会达到让通通去滑落 所以我觉得啊 他在做压抑需求的这个过程里面啊 其实就会造成刚刚讲到的 经济趋缓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联准会他其实是把通通 远远的放在经济前面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要打中途 那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股市的修正 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延续到什么时候呢 延续到联准会转向 以及通通真的建高 开始滑落的时候 那联准会他今年5月5号的时候呢 利率会议底下 他提出了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很值得观察哦 第一个重点呢 他直接宣布升息量嘛 一次把利率 基准利率升到0.75%到1% 加快这升息的降步了 第二个 他在5月的会议里面 直接宣布缩表 他初期的时候呢 他会用每月450亿的方式 进行缩减资产负债表 三个月之后 调升到950亿 所以他其实正在透过这个 债券到期 被动式拿回本金 不再投资的方式 慢慢从市场上搜索自己 第三点 他传递出来的讯息 其实鲍威尔 他有在这一次的记者会提到 他提什么呢 他说他们联准会 把现在的利率目标 定在中性利率的水准 怎么是中性利率呢 中性利率就是联准会 他们认为经济体 在中长期达到的 应该达到的 均衡的最四利率 那现在中性利率是多少呢 是2.4% 距离现在5月刚升完的 0.75%到1% 还非常遥远 所以他代表是说 联准会他接下来 至少升息到这个中性利率 升到中性利率以后 他才要再看 就是说那时候通通下调了吗 他才会决定说 他会不会再继续升下去 所以我们从这边 其实可以预估 今年他至少升几码 他至少会升9码左右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三月的时候升一次 五月的时候升两次 已经升三码了嘛 对不对 升三码之后 中性利率在2.4% 也就是说他还有6码左右的调整空间 那联准会为什么要开始缩表 其实原因也是因为说 他觉得这个钱太多了 那大概 假设以950亿的一个速度 至少说可能15到20个月 才有机会把这个1.9兆 慢慢的缩回来 好那为什么市场钱那么多 可是反应这么大呢 那是因为市场啊 他们没有办法去对焦说 你联准会今年到底要升几码才够 我们透过那个Fatwatch的升级几率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 其实预估今年 很多的那个投资人认为说 你至少会升到12码 就像莫华哥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可能会升到3%之上才会够 那其实联准会也开始在跟市场沟通 他就说先不要看那么快 我们觉得今年大概就升9码左右 目前So far 他认为就是先到中性利率再说 那这个也稍微对焦啊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利率会议结束以后啊 市场的那个觉得今年升息的几率 大概就回落到大概10码左右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也提醒投资了一个很关注的重点 就是6月的会议非常重要 为什么6月会议非常重要呢 因为6月会议会公布联准会的利率点证堂 这利率点证堂会直接跟市场沟通 我今年要升级嘛 所以假设他这个6月啊 他的整个的公布 他可以落在大概9码左右 就像这次5月包威尔传递出来的讯息 先到中性利率 他可以传递出来说大概9码左右的一个利率水准 那我觉得行情可能短期就有机会去做质稳的一个动作 这是利率对焦的一部分 好那所以看下来现在目前的通膨数据就是关键了 那到底3月4月会不会是通膨的高峰 现在没有人知道 我们必须要等待这个通膨出现了回降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稍微放松调整 金融市场就有机会可以开始出现质稳甚至回升的行情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Rachel你会怎么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当下的资产配置呢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波动非常大 第二季就是资金面跟基本面 刚刚提到利率跟经济的一个压力最大的时刻 所以我一直会建议 第二季还是要先保守审胜一对 那保守审胜一对等待什么呢 等待其实通货膨胀 他第二季有机会出现高点 而当这个高点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会看到说联准会的利率 他有可能转向比较中性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6月的他的点证图 他可能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说 我们要开始收容市场的预期 可能不会升息到11码到12码那么高 那整个一个商品消费的一个修正 也有可能在当时 在那个时候去做同步收容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财经M平方的创办人 Rachel接受我们的访问 Rachel给大家建议就是第二季 我们可能还是要保守操作了 等待通膨数据出现更明朗的状况 那我们也要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Rachel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您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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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IM JBZ PRIM JBZ PRIM JBZ